大家好,我是二鸭 最近为了预防疫情,大家都是少出门家里呆 但是像生活必需品,水果蔬菜还是要出门购买的 所以大家在特殊时期出门去超市的话,需要注意以下这几点 1.出门一定要戴口罩 2.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,尽量不要触碰公共区域,远离他人至少一米 3.开私家车出门的时候,行驶过程中要通风换气 买完返回车辆之后,用一次性的擦手巾或者是免洗洗手液对手部进行清洁 4.到达购物场所之后,尽量不要使用手推车,不要摸电梯的扶手 5.回到家之后,把口罩反向对折,用塑料袋包好之后,再扔进垃圾桶里 然后再用洗手液洗手,最后把脱掉的衣服用热水加普通的洗衣液进行清洗 或者是用消毒剂